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说我是从事成人用品的吧 也算了 我筹备这个店的时候 百分之六十的人直接说我神经病 百分之二十的人说你想想疯了 突然在某些方面找到了成就感 找到了我存在的价值 很多人许愿我 我在想象 在有可能的前提前 每个地级室我都会自己去看 都能看到我的身体 我叫你宝 来自恩施 一个大山里面的孩子 出生于1986年 现在经营全国第一家实体娃娃体验馆 现在是188 一个小时 很难 借钱 拉别人跟我一起合伙 但是这种男归男还是做起来的 2018年8月份左右吧 最起码运营起来的 这几天没人来的 这个 一样是环境的动物 这个最丑 这个最像男人 最像男人 那两个还信了 我首先我的定位 和主要的针对群体就是这个最基层 我本身在工厂里面干了那么多年 我非常了解在工厂里面的这种性需求 没有更好的失望方式 我知道这个区域和这个地点 对这件事情的需求量是最高的 这最近的一个工厂里面 满员状态下17万人 这17万人中间就有12万种光光 我只需要他1% 可以保证我人力不亏 最后证明 我的推特是重要的 网上加油要小心 头脚大汗半美女 网上钢票划不来 被骗丢人还破财 我非常懂他们 而且有些人愿意跟我沟通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有跟他们共同的经历 甚至比他们更苦那个时候 我13岁半就出来打工 是拿着我老爸给我的学费报名费500块钱 那个时候我还不会见普通话 然后在那个工厂里面做 有做过矿工 做过建筑工地的建筑工人 卖过豆腐 开过饭店 在北京 卖过羊肉串 摆过地摊 被人骗到河北做过穿销 最长一周深圳 十多年 在深圳这个城市虽然很辛苦 压力非常大 但是这个城市是真正的公平 你只要勤快 只要努力 你是有机会的 不要觉得特修 男人聊聊正常的话 不要觉得有什么不思议 现在富士团里面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你预计 男女比例是多少 现在富士团里面可能 以前的话 我真的可能 男女比例会少了一点 你平均运动了几个月 建筑面 一年就建筑这样吃吧 今天建筑两三次 对 像这种假期 常的假期就是那种 吃衣 不是过年吗 对 这些东西挺贵的 总投资实际上是三十多万 本钱回来 中途也差点倒 好几次差点倒 富士团上放假的时候 断领过来 局部维艰非常紧迫 基本上回家过年没钱 口袋跟脸一样干净 吃饭 非常不错 小房里太棒了 哈哈哈哈 他又愿意做饭 而且手艺还不错 我也不喜欢做外面吃 每个客人走了一步第一时间把它清洁 不要等 然后那个空调是温度水的 两边的管吹一下 就可以解决 能不维持 没什么钱 花钱的时候 算了又算 这里面的空调有好多不是二十万 没买五十块钱以上的东西 我都会纠结货币三样 没信号 我的意思是什么 我给你沟通了三四次了 该交的我交给你了 而且没有差你房租的前提下 你会给我扯什么 上个月的和这个月的 整天脑在里面想着 我没写到的东西 这是我老 这是我的心情 不问不问 你也不看不好 没那么支持 没那么支持 在本田里这里有二十公里 每天七点里都会去 每天四公里 每天四公里 明天给我回故事哈 没有人能够理解 我在筹备这么一件事情的时候 所用的新的这种状态 不应该让我这么快腰这个才对 二楼怎么租的 能不能我少租一点 不要那么大 你看到我你就认识了 我站你楼下 想不想吃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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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钱费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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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少别点吧 我不明白你要做什么 管重名我跟你说最简单的 你不要放刷了 一定不放刷了 你不会害我 谢我 你害我的 老师说你搞什么 那件事出来的也是装我的 不是装你 你要做什么 我都听不懂你要做什么 我很通俗的告訴你 全國獨一無二的 心愛機器人體驗我的 但是合法的 好不好 我應該你面責了 我應該首選這裡 回頭我整個大電話給你 我電話給你 好好好 也沒有說對自己一個什麼定義 這件事情我會再幹二十 突然在某些方面找到了成就感 找到了我存在的價值 很多人需要我工廠裡面的這些兄弟 真的需要我 老闆你真是光彎的究竟 你說我是從事成人用品的吧 也算 沒提 我跟這件事情努力 把它做得更好 所有的人在有生理方面的需求的時候 他第一時間想到的是 這裡有個合法合規的地方可以進去 每個地級生活都會自己去看 都會看到我的身體 這就是用常態 這也能感到多好 不知道 看視頻 上澎湃